大家好 家宝妈日志感谢您的订阅和关注 点开通知小铃铛 每次视频的更新都会及时收到哟 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今天用冬瓜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冬瓜700克 先把里面的籽去掉 再把冬瓜的外皮 也切掉 把冬瓜再清洗干净 先切成块 再切成条 这个条不宜过小 胡萝卜洗净去皮 我们只用一部分的胡萝卜 130克 也是从中间切开 再切成条备用 胡萝卜的这个条切的要比冬瓜条稍微的细一点点 一个碗里放入6克玉米淀粉 加入凉水130毫升 调成水淀粉备用 蒜15克切碎 蒜15克切碎 和姜8克切碎备用 锅里烧水 加入一点盐 一点食用油 搓烫的蔬菜的颜色好看 还能锁住内部的水分 锅里的水开了以后 放入冬瓜 冬瓜条和胡萝卜条 大火煮3-4分钟 3-4分钟以后 捞出空空水备用 锅加热以后 倒入炒菜油 约15毫升 放入 姜末蒜末 翻炒几下 再放入一个红辣椒 不吃辣可以不加 加入虾皮5克 继续翻炒 这个冬瓜配虾皮 味道格外的好 放入 冬瓜和胡萝卜条 大火 稍微翻炒几下 加入盐3克 白糖2克 倒入水淀粉 大火 晃晃锅 让锅里面的食材 充分的融合好 水淀粉变得粘稠 也可以顺着锅边 再淋点芝麻油 菜品会更亮 更香 我觉得很香了 就没有加芝麻油 一分钟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这样的炒冬瓜 冬瓜里面的水分 没有丢失 保持了它的自然味道 清甜 甜淡 加入了虾皮提鲜 还增加了香气 和菜味的厚重感 清淡又解馋 喜欢的朋友 不妨试试吧 喜欢家宝妈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家宝妈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